各位朋友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羽来菇料理 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角 羽来菇又被称作情人的眼泪 这个别称是来自于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羽来菇虽然有个菇字 但其实它是一种藻类 很多人还不认识它 有的人可能不知道怎么料理而不敢买 其实料理它很简单 好吃又营养丰富 今天要用到的材料有 羽来菇一盒 鸡蛋两颗 葱一根 姜少许 辣椒一根 蒜头五颗 酱油一汤匙 沙拉油四汤匙 胡椒粉一小匙 鹽二小匙 鲜鸡粉或是烹大湿半汤匙 先把羽来菇洗好沥干 鸡蛋打好 葱 姜 辣椒 蒜头切好 开始来料理啰 第一步 水煮滚后 放入鱼来菇 约一分钟 然后捞起沥干 第二步 鲜热油 然后放进打好的蛋炒至约7分熟后 捞起备用 将油留在锅中 第三步 把姜跟蒜头放进锅中拌炒鸡下 把鱼来菇跟蛋放进去 第四步 放进盐 酱油 胡椒粉 鲜鸡粉 调味拌炒 起锅前再加入葱跟辣椒拌炒鸡下即可 美食上桌咯 是不是很简单 今天的分享 希望你会喜欢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跟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